排列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有小大大怎麼排列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假設說我今天要搬移的話 原則上當然如果一般土法煉綱 因為之前也有很多很多同學就是遇到問題就是要搬移工作表 就只能怎麼樣土法煉綱來搬 土法煉綱怎麼搬呢就是甲要移到最前面 按照順序甲要移到順序 那其實基本上城市的撰寫其實並不是 史記的或者是說你是要去 去去用一個什麼規則其實你可以 藉由理解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怎麼做 所以有的時候像這個城市我怎麼寫出來的基本上就是我先試試看我先是去了解 比如說第一個的話我我會怎麼樣先把假 那假假的話是如果是他 他在正列裡面他是零 所以我先把這個假班怎麼移到哪裡呢 before什麼呢 before 在 第一個的前面 所以before1 那基本上 他的位置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要撰寫一個回圈的話 基本也是一樣這個移到什麼 移動第 第二個的前面 before2 OK 那依次類推這個 before3 依次類推 那我城市的撰寫基本上如果我要由小到大的話 那基本上這邊我先給他一個註解 這個剛好 剛好就是把這個 由小到大排列 那由小到大的話基本上我們也是要來一個回圈 所以for I 等於 那我用零好了零到 12 Enter Enter next 基本上 0到12呢 後面你想說前面要那個那個什麼step 要step-1 那這個地方後面要不要加呢 其實不用為什麼因為實際上 如果你加step1 可不可以 可以啊基本上他就是 其實理論上原來 for回圈後面應該要什麼 step1 那只是說因為step1 他認為說這個是一般標準的用法 而且最常用到所以你可以把它省略掉 但是將來各位如果說 你的移動的方式 你說老師我只要移動什麼移動 激速的話 對不對那你可以怎麼樣呢step2就可以了 如果說13579要移動的話你就step2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如果第3那那也可以來多少倍 如果說呢你只是